不用烦恼 我们刚谈过爱 爱是关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也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没有爱自己 我们不能爱别人 阻止我们爱的 是我们在内心不断的烦恼及不安 无论事情是对还是错 我们都担心 没有什么比担心更具腐蚀性 什么是烦恼呢 一个小故事 一个满面愁容的男子走进一家酒吧 调酒师问他 怎么回事 你看起来很烦恼 那个男人说 我和我妻子吵了一架 他告诉我他一个月不会跟我说谎 调酒师安慰他说 没关系 一个月没那么久 那人说 我知道 今天是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烦恼经 如果我问你担心什么 你会告诉我 我担心找不到工作 你的邻居会说 我烦恼公事 另一人会说 我担心我的孩子 其他人会说 我担心生不出孩子 一个人的梦想是另一个人的烦恼 你根本找不到任何逻辑 烦恼是什么意思 当你期望和现实不一样 就会产生烦恼 例如 你觉得你的儿子应该住在家里 而他觉得应该独立 远离你 你想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你的代办事项 但事情进行的太慢 变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些都会产生烦恼 烦恼是如何生根的呢? 烦恼从你自己的思想或言语中产生 有两件事情不断在你身上发生 一是与别人的对话 二是与自己的对话 我称之为内心的喋喋不休 你一整天要不是在跟别人说话 就是在内心喋喋不休 不管什么情况 言语和思想是构成烦恼的基石 当你和别人说话时 你说的话是严格遵守社会规则的 你会自然地避开不礼貌 或政治不正确的言语 但当你在跟你自己说话时 除了你没有别的人知道 你在内心产生的想法 构成了你真正的担忧 就这样每周七天 每天24小时都会有持续不断的念头产生 这些念头有些会特别明显突出 就以烦恼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谓的烦恼 不过是思维潮流中不断涌现的尖锋 这些想法大多是消极的 那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我要求你在几页内写下你的人生故事 你将会写下几个突发事件 凸显你是在当中如何挣扎的 你不会强调这中间所发生的许多喜悦事件 你的头脑已被训练成只记录消极负面的事物 即使是快乐的事 你也只记得它结束的时刻 而不是你感到快乐的时光 因为即使你处于欢乐的高峰期 你总是在担心欢乐何时结束 头脑从小受到训练 认为生活就是从一种烦恼转移到另一种 从一种痛苦转移到另一种 而不是从一种喜悦转移到另一种 在一间教室里 老师发现一个男孩看起来非常悲伤 他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看起来很担心 男孩说 是我的父母 我的爸爸整天都在为我提供好衣服和良好的教育 他买给我任何我想要的东西 我的妈妈为我煮最好的食物 从早上起就照顾我直到我上床睡觉 老师问 听起来很好啊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担心 男孩回答说 我担心他们可能会离开 头脑只有在痛苦才能感受到存在 从来不是喜悦 这就是为什么回忆快乐的时刻也会变得痛苦的原因 快乐永远不会被储存为思想 但痛苦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心记录的总是消极的想法 快乐就像一个空白的录音 例如 如果你的整个人生向时间走 那么快乐的时刻就是空荡荡的空间 将不会有任何相应的记录 但是担心和痛苦的时刻 将被清晰记录为黑色印象